從美國來的時候 everything我就是除以30 所以台灣你要用CP值來說的話 不是說除以30 我再乘以3 還是美國找不到 表示台灣還是 大 台灣還是 大 來到台中一家日本餐館 帶我的好朋友來這邊吃 這家我很建議 65塊 吃得像愛吃菇一樣 很誇張 這家店我大概分享幾個菜色 這個蛤蜊雞啊 這個一罐75塊 還有包括就是 你可以叫一整盤的豆豉捲 大概就是360塊就有了 你如果自己在家裡做 你不會做這個 我們不會 幹嘛 我是會做啦 懶得做 幹嘛 還要去魚市場 有種類啊 套餐平均一個人吃下來 大概700多塊 套餐裡面有這麼好吃的 它只有一根 你叫兩根 這蒸蛋裡面放了 螺肉啊 已經吃完了 跟我們平常就是想到呢 它那個蒸蛋的內容有點不太一樣 而且上面 漢國海鮮 上面一條蝦子喔 780除以30 不到230塊美金 在那裡只能吃 一盤炒飯 或炒麵 牛肉麵現在已經漲到十幾塊錢了 每一斤 小費還有稅 對 所以你說20塊 然後在這裡是680可以吃到這種 定時 我再給你多介紹幾種菜色 哇 我們還可以什麼五彩繽紛的啊 你要給人家看啊 照片 有什麼照片 我給你們看實況 好了嗎 可以了嗎 來 照給他們看 好的 喂 我們是鮭魚 我們是鮭魚 看我們可以開始吃這個嗎 Richard有嗎 可以吃 我們都吃完 因為剛剛你都一直在講 哎呀 都沒有吃到了 對 在台灣 可以吃得很好 不用花那麼多時間 對 跟精力 你用其他的時間來享受人生 跟朋友這樣子 談天 聊天 跟好友 跟家人 美國單單要吃一頓飯 你可能就得要去買菜 餵三餐忙碌 對 真的 你已經為生活去賺錢 已經很忙碌 回到家還要餵三餐 還要洗碗 是不是很難 而且還為了像我這種人 很不喜歡煮飯 到最後還要跟 吃那個先生很難吃的東西 會不會考慮 然後他就會生氣 那對腹肌關係非常不好 那現在你看我們吃得多高興 好奇不會吃得很高興 我也很高興 那你的錢就是花在這些東西 CP值那麼高 你就覺得人生真的很美好 你就需要說 這樣子 工作 然後有這個這麼好的生活品質 就不想退休 說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你工作當然也要享受 不是工作完後 回家還要再 煮三餐 對在台灣那裡做台傭 對 然後開車去吃個東西 居然去餐廳也要開滿遠的 生命浪費生命 我們回來台灣以後 我才發現最近有好多朋友啊 就是美國朋友都好羨慕 我們回到台灣的生活 因為真的可以讓你就是 多出好多好多 屬於自己的時間 這個沙拉 在美國就不是可以做一餐 這個沙拉 是嗎 對啊 你看又有螃蟹 又有那個 這個也是可以十幾塊美金 那個 我真的沒有騙你 因為我常常做很多 就這樣煮就要十幾塊 我剛剛有吃掉一些菜 對 你看裡面旁邊 有蟹肉 人工貴 人工要幫洗菜切 菜排成這樣子 拿出來給你吃 十幾塊 它的火鍋的款式也是蠻多的 一個套餐也大概420塊錢 就是不煮飯來這邊吃一吃 一個人大概六七百塊就打發掉 美國的太太多辛苦啊 真的 要做好的那種家 家庭主婦多辛苦啊 所以 除非要請用人 可是你家裡請人的話 費用又很高 那一般的話 會請人是因為說 小孩子還小 需要有幫手 可是小孩長大之後 你再請個人在家裡 我覺得好像 It's unnecessary 現在已經請不到了 嗯 這樣錢變很貴了嗎 請人就為了小 我們以前也知道說那個 價錢就不用講 還蠻貴 basically在外面工作 然後你的薪水就 依著四分之三給他 可是因為你要工作 所以就出去了 然後現在是 你也請不到 因為現在人工真的很貴 然後很多人也 不要出來做 因為他們在家裡 其實拿那個政府的 Food Stamps啊 所以很多人也 不要出來 Case Example就是 我 跟我爸爸打球的球友 在台灣 現在在台灣 可是他這個是 去美國 我就說 啊你剛從美國回來 他說 啊我給我孫子 因為他的小孩 都住在那邊 然後他回來了 因為他就 喔 很無聊就回來 可是他太太 就是這個醫生的太太 還在美國 因為在購孫子 然後這是在Norkel 他的小孩 他的是住在East Bay 他們這個Family 是在East Bay 他說他女兒 兩歲的小孩 找不到 找不到Nanny 所以阿嬤 去顧孫子 他們家境不是不好 我先給你 不是那種 所以是找不到人 對 現在已經 已經不是只有家庭父母 就是連阿嬤 都有時候要 撩下去 所以這幾次 你分享那麼多 有關於美國 的真實事情 所以也讓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在美國有時候有錢 還不見得 可以 對 可以有同樣的跨越 對 可以活成像台灣 這麼瀟灑自在 對 對 看你吃得這麼高興 對 你看 我們的菜色來了 這個美金二十幾塊就一樣 對阿 就780 只是他的那個 其他這些都是附的 剛剛還有side dish 對阿 side dish 要記住 好啦 我們享受了 Bye 對 他是錢的 可以吃吃看囉 好 吃吃看了 OK 高級的Sushi 好吃的新鮮食材 魚產類的 值得在台灣推薦吃 不要吃牛排 然後小吃也很好吃啦 台中的物價 我覺得還是食物 還是比台北便宜 便宜一下 評價一下 有 划算 場地也大嘛 對 對 所以還蠻推薦的啦 有時候就是離開一下 跳出台北市 到其他外縣市去消費 也是蠻值得的 對 好啦 下回見了 我們等一下晚上吃火鍋 好啊 那我們就這個到此為止了 好 下次見 掰掰 掰掰